对这MRC的第三局下半场 艾莉这把的艾哭鬼真的 这个艾哭鬼有一种一击致命的感觉 首先这艾哭鬼打这套阵容好不好 好 穷者的天赋呢 这边是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艾莉会套艾哭鬼啊 应该在防 其实艾莉这边能打的队很多啊 他能打路头 他能打邦邦 哦 这套阵容是防艾莉的邦邦的 这套阵容应该是防艾莉的邦邦的 完全没防到这个艾哭鬼 那只要艾哭鬼顺利的击到第一个人 这个局就是艾莉的宝瓶真胜了 有点打不了 这个阵容要赢艾莉的爱哭鬼 我觉得啊 艾莉得所有的火全部不中的情况下 前期一波被溜三台以上 才有可能两波救人 冲四人开门战 因为这个阵容没有任何的打架能力 然后这套阵容呢 像比如说老火啊 火在第二场这个角色是可被消耗的 两颗球打完以后 你就这个白板了 我死死的针对你 对吧 你又没有打架能力 你饱不活的呀 所以只能是前期第一波6的非常好 那这边的话看吃个加速 往哪里弹 往木地弹 可以的 这边的火 牵制到的真不处啊 这边的火 这边如果完全不吃火的话 好像你还真别说 这个因为外面有个机械 是这个牵制时间 躲火 吃刀 奶奶 这波牵制 不能用完美来形容吧 但是满分100分 我觉得怎么定给个85分以上的高分了 他的一个走位 真的一点机会不给 我逼你闪现 第一个吃你闪现 第二个不吃你火 两点做到 这个牵制有点久啊 哎呀 但也很久了 而且倒的位置 对于穷者来讲还蛮舒服的 因为这个位置 它干扰不到任何的密码机 外面有个机械师 真的这个机子修疯了 非常非常的 哇塞 非常非常的爆炸的一个牵制啊 就这个牵制呢 建立在这套阵容体系上面 就感觉有一点 爱立要打双岛了 这边拉火 预判走位 没有能打中 那有没有震慑什么的 血线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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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卡班救下来 还无伤救人 完了 大副再来救一波密码机好了 四人开门战了 我是真没想到 因为想象当中啊 就感觉爱哭鬼 抓这套阵容 你抓个谁都差不多呀 对吧 抓个病患三个钩子 消耗完以后击倒 抓个火栽吊船 也是一样的 就你只要击倒了 不要是那种三台的那种 就两台半 我完全可以接受 三台说实话 也还能接受接受 但是三台半 就有点太久了 这机子好快啊 2分46秒 密码机已经好了 差不多了 还剩最后百分之 十几的机子啊 三分钟压机了 他卡你一手 没卡住啊 没卡住 这边的话 看看能不能拉个火 奶奶这边的话 只要不吃火就行 前面还有个球 哎 这个球躲火 先躲 先躲 走位躲掉 那先把这个球打了 这边球打了 好像是奶奶主动去把这个球给收了 然后他吃了一个擦刀 这边还想用球来封口 奶奶你玩的是真好啊 我刚才以为他这一刀是把这个球给打了 没想到这个球是被奶奶给收了 老火爆秀啊 两边门都开了 走全走 哇 双方打到第三局依然是平 所以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